关键时候,摩根森发球下网 直过4个拳盘和更多 帮得了反拍回球 应该说反拍位置 失分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多 抽球 杀球 包括胆网 多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也是怪自己手紧的 太不放松了 给 给 给 我想扣发后场被摩根森提前判断到 最为关键的一分 最为关键的一分 帮助自己和摩根森的搭档 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20比19 中球 中下王 阿志平 現在勝負又難料了 看到機會 還是太高級 球已經開始下落了 有甚麼...? 胡哥 胡哥 多蹬 五 rav 現尖慢了 摩根森关键时刻中半场的杀球下网 佩德森和邦德 好像应该说是复制了第一级的一个情况 21比20连得两分 反而是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看到机会 摩根森的这一拍发力太狠 很多时候往往是在机会球的面前 错失了这个良机 给的球太不到位了 感觉这一拍对角线的回球有点随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邦德想改变一下这个机球的位置 没想到 科尔滨和摩根森 两人的这种连续的杀球 均是选择了在邦德的正手位 判断上出现了一点问题 再次拿到赛点 佩德森 平球球下网 摩根森 临时搭档 科尔滨的这样一个组合 是在最后的男双决赛里面 2比1 战胜了自己的队友 佩德森和邦德 本届哥本花跟大师赛的男双冠军 大师赛的男双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